幸福好时光 你今天心情好吗 我刚刚在看这个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房地产的问题 等一下有一位对房地产非常关心的 而且写了很多文章的作者 他要来谈一谈 房市神秘课带你看穿不动产里面的炸 好那来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来继续谈一谈大环境 跟我们的经济的情势的关系 那么我刚刚在看的这个天下杂志 这一期的一个这个草房之岛 其实当然他揭示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呢他有这个数据的揭秘 疫情之间呢狂胀的25区 而且呢他还说40年来最大的炒房 潮流流窜全台 然后中南部呢占了91% 打房为什么无效 那住不起的岛怎么救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我从这个因为这行我一直想观察 我后来也想要拿这个去当这个数据 然后写这个博士论文就商学院的 其实很多的东西很片面 真正的炒房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你觉得政府是在打房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政府的打房 这样讲就太高估了 其实他只是希望房价不要不合理的突然的涨起来 那做各种税 他是当然也是为了要平均这个社会的财富 其实现在炒房真的没有利润 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已经涨价归功了 如果你要赚价差的话 现在你又不能做红单 然后你如果要赚价差 事实上赚不到 因为两年之内大概45%的资本利得 都一定要交给政府了 然后再扣掉某一些房仲的费用 持有的费用 事实上我认为炒作的利润不高 那么你觉得说是大家在炒房吗 还是经济的局势有影响 我必须说炒房的当然有 但最近被打击的差不多 可是你去看到 我那天看到一个苹果日报的数据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就政府两次打房 那房价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有 第一个月有打下来 他那个数据就是刚好出现了一个W型 因为最近的两次打房的措施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图 我也没有办法把图拿给你看 所以你自己Google一下 但是不久就反弹了 也就是说从这个W就两次的缺口 来看一下 你把房价打下来之后 就今年的事情 刚好不多久都有持有资金的人进场 又把房价就是再往上抬上去 当然目前的幅度 绝对没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涨幅那么大 那时候是什么状况呢 也就是可能很多年前呢 我们刚好是面临没有办法买到便宜房子的那一带 我记得很清楚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已经到了 对你的感觉已经到了清朝末年了 那个台北市大概是比如说易仙路吧 那个信义计划区光复南路那附近 就联合报那附近 一瓶大概是十万块钱 之前我念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十万我们已经觉得好贵了 结果我毕业那一年 因为刚好在报社工作 就在那附近走动 那个发现呢 那一瓶已经变成三十万了 我们都觉得说 哇涨了三倍耶 的确当时是这样的 也就是如果你买了 就到那个预售屋一签约 到你盖好房子的时候 它真的就已经涨很多了 然后那时候比较自由嘛 没有什么法令限制 你就把它卖掉 所以当时靠炒房来赚钱的人 的确是不少 那这中间是 背后是有一个经济学的因素 大家吵 吵有一个经济学因素 就跟利率呢 当时利率蛮高的 可能都还有八九% 那房价还是在涨 那当然当时是跟供需面 比较有关系 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嘛 尤其我这种属龙的 你要了解啊 我们这一代竞争很难啊 我们这一代的大学 我这一年的大学 是特别难考的 现在在这个吹嘘这个也没有用 的确啊 那个教室后面哦 椅子都不够 尤其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所以呢 就是当时是大量的人口涌入 我们还是战后的婴儿潮的最末期 就刚好过了那个战后婴儿潮 但是台湾的人口还是急剧在增加 然后我们小学的时候呢 大概我家三个小孩算很少的 算最少的 家里呢 那个同学啊 家里七八个 因为我们住乡下嘛 还是挺多的哦 但是 所以那个时候还在讲 这个家庭计划 生育嘛 那就是什么 好像是两个恰恰好 一个不算少 大概是这个时代 所以表示人口红利还非常非常充足 所以房价当时是因为需求 然后年轻的人要组家庭 然后它是一个刚需的上涨 可是现在呢 人口红利其实是很少 并没有这个刚需性的上涨 所以目前我也同意 也就是很多人说的 如果你这个十年之内 你没有任何的经济的特别的发展 也就是它突然没有任何 比如发展成高科技重镇啊 经济重镇啊 有一些这个城市的身材之道 就是不然我们的房价 的确是不太有涨的可能的 那最近大家在买什么 很明显就是通膨嘛 人很奇怪哦 以前呢 现在大家知识 对通膨的感觉是 以前只要说要通膨 大家都去抢卫生纸 你没有发现呢 最近大家都比较理性 抢卫生纸的还有啦 但是已经变少了 大家都知道 应该要把钱放在一个 更能够抗通膨的地方 所以有钱人做什么 有钱人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相信股市啊 然后他也不相信 哎呦啦 一定有很多钱流入股市 你看股市现在 经济状况也没有好到哪去 一直在维持高点就知道了 然后很多人有更多的钱 他想那不如就是放在你具体可见 你股市看不到 具体可见的东西 所以背后在推升这股房价的 其实在我看来 从道理上来说 还是各国在印钞票 还是原物料在大涨 还是通膨 那么听见我这边 常常有人写到日本 偏偏我其实 我主要其实我在写论 我是在研究日本 他说 人口的冲击来了 我相信这个是很呼应 政策 也就是说 会告诉你 像日本 以后一个房屋 一点万元 空屋也没人要 他讲的就是一个 东京都厅的员工 他用全额融资 结果买了 花了一千两百万 那现在只剩下六百万的房子 但是其实我认为 记者是写的很浮面 为什么 如果你用算数算一算 他没有赔 刚刚我开始讲这个房地产 那今天我请到一个 房地产的专家 房市神秘课 带你看穿不动产里的炸 这个书名好长 傅克恩先生你好 邓人杰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好 对不对 好 那他观察房市十几年 看过的房子 是以前为单位的 然后文章刊登在这 比如说商周啊 经济日报 我也看过他很多文章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 他这本书里面 到底有什么诈 那我刚刚有邀请他说 因为我讲到一半 不能这个说人家说到一半 他这里讲说 比如说 这个例子在日本很常见 1991年在离东京市区 一个半小时 请都注意 日本的是我们的前车之间 的市交 凭着便宜的利息 因为他们当时几乎不要利息 而且叫你买房子 是全额融资 然后当时36岁的中导 买了1200万台币的一间房子 然后因为他在买屋的时代 就他从大学毕业 一直看到他36岁 我相信那是很惨的 就一直看到房屋 买以20倍 可是你要记得那是1991年 也就是快要登上泡沫的那一年 然后呢 这个他说20年过去 其实用现在算起来应该是30年 然后这个房子没有让他致富 那房价还跌了五成 还有900万的贷款还没有清藏 我猜这个故事大概是2010年 那个不动产在最谷底的时候 因为算20年嘛 在写的2010年 刚好是日本不动产的谷底 然后他说他这样是非常惨 但是其实我认为 自住房不能用投资房的报酬予来算 为什么自住房 你要不要算房租 对啊都住在里面都使用 是不是 你知道日本房租多贵吗 对日本房租很高 好我现在就算他台币五万块 因为他应该是买 为了独栋才卖了 才买那个就是在郊区一个半小时 我猜他在哪里你知道吗 青梅就是那种 因为东京要到一个半小时 是真的很远 如果他买在田园条布 或自由之丘 那个大概半小时 我保证你不会感觉 自己的房屋跌这么多 结果我后来算一算 其实这20年 就算20年的房租 他也要付掉台币1200万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房子 我的答案是他住回本 现在的产值是他赚的 对不对 因为他的利息贷款几乎是没有 那当然呢 日本是遇到一个 就是他是全世界的房地产实验室 所以我一直要去写论文 就是因为他太值得观察 到底是什么状况 让他变成全世界一个房地产 可以下跌急剧的国家 但是也要告诉你 最近他们在涨 为什么日币有贬值了 对不对 好富科恩来换你讲了 买房你必须看懂得炸 我看你这本书很有感想的是说 我以前真的也是个小白 只要我的房子有人来问说 我们已经有客户啊 要看上你的房子啊 然后怎样怎样 其实我后来发现都是假的 但是他们都这样讲 对会这样讲 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屋主他心态 隔板你不要戴口罩没关系 因为我怕你那声音 收音效果会比较好对不对 你讲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告诉你我有买房 中介告诉你说我有买房 屋主就会有心动 有时候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比如说诈骗集团打过来 他说我中那个什么奖 中了一千万 虽然我心里已经知道是假的 我还是想要听他把它讲完 你真的会听哦 因为我总是有一个期待 对不对 会觉得说该不会是真的 搞不好我真的猜他怎么抽奖 我这幸运之神这个早上我 还是会听他讲完 更何况来告诉你有买房的 是一个可能像帽堂堂 穿西装打零带 可能是知名中介公司 你就觉得应该讲的有道理啊 你还是会想听他讲完 会有一个期待 反而是他如果一开始 要跟您签委托 就说其实我也没有客户 您房子可能屋里比较旧 这边要漏水 客户也不喜欢 跟你嫌一大堆 您可能会说 没信心不要卖 对 我找一个有信心 认同我房子人来 都是这种 所以我们就带着 你所需要的认同来 跟你说你的房子 我有客户在看的 对 我有客户在看 我有客户喜欢认同您的房子 几乎每一个都是这样 对啊 而且今天早上我还有 就是我在信心还看到一个 原来前几天 因为我都不在 有人来按门里 那因为我有一块 小小的土地 是我的婆婆 给我家 给孙女的 对 但没有很多品 他就说已经这个邓小姐 因为他姓邓 我们已经找到了买方 要来跟你谈谈 他们都玩这个 我也不相信他是真的 就是大家还是会想要听听看 那也许他会找到我们不一样的价值 譬如说现在可能刚好在谈为老 也许缺一个脚 或者说 所以我们新的法规 有时候好处在于 他会寄信来 肯定有客户 只是客户不一定是出得到价格 而且他还跑来 从宜兰跑来台北按电里 那这怎么看 还算蛮勤劳的 因为通常啊 仲介都会掉这个户籍地 对 那我们听过看过的 有的就会到这个 您的户籍地址来 找二类成本 如果你没有隐匿的话 他可以找到户籍地址 他就跑过来 那还有那种 可能记挂号信 直接联名带信 记挂号 可能很急 跑去 结果是一个 这个开发信 仲介开发信 这就都是技巧吗 但是我还是会听啦 即便是我在卖房子的时候 我也会听 我还是想听听看 他说些什么 合不合理 那搞不好 他的价位符合我的期待 或者是说 有些整合的条件 因为我也熟悉 我们还是可以参与讨论 是 但是你这里有讲到 一个说房仲的无奈 其实没有一个屋主 想要听实话 对啊 就是您在这个 没接到委托之前 跟他说你房子 这里不好那里 也许他心里知道 可是他总觉得 比如说我之前 我看过一个房子 蛮特别的 他把他的浴缸 坐在家里的客厅中央 其实 我的妈喂 很特别 等一下 我没有讲错哦 浴缸在客厅中央 他没房间吗 他没有房间 如果是小套房 我觉得可以接受 三十几平 把隔间墙都打掉 哦 因为他一个人住 他一个人住 对 把家里弄得跟这个 Motel一样 对 相对来说 他觉得 这个好像他 交付仲介的时候 就说仲介都要 应该帮我找一个 认同我房子的人 那中介位的接委托 就说我们可能帮你找到 怎么样怎么样的客群 很适合啊 单身富豪 单身富豪啊 对就一个人住 但实质上可能 接完委托之后 就会说客户可能 又要再改变 厕所的位置啊 好幸福好时光 其实我刚刚跟副客人谈 我就说 现在如果你要打压房价 其实政府应该做一件事情 当然我这样说的话 是很愚蠢的 但是就没关系 你也赞同 其实真正房价上涨是 那你就不要用拍卖的 国有第四出用拍卖 然后又责怪建商 价格一直在上涨 国有第的拍卖 很可能十年前 比如说是一瓶 我随便举十万块 那十年后 同一个地方五十万 那建商的土地成本 就五十倍 然后大家想赚钱 又用这个最高的 那个价格去标它 那你又收最高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从头开始 严重管理 比如说好 那你就25万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这样 你就可以规定 算出他的成本 建商大概这个15%的利润 这个 那你可以卖多少钱 那你就可以规定 他卖的价格 这样就不会涨嘛 然后呢 最好是 你把这个所有的 建商集合起来 我们来个公平大抽签 比如现在50万 你就卖25万啊 然后你可以规定 他卖售出价格 就用抽的 那你建商就不用加价 然后再把成本 跌到我们身上来啊 是不是 但刚才大如姐讲 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 这我很愚蠢 但是这是事实 可是早期国宅 不都用抽的吗 大家就抽签 对不对 然后抽到结果 后来就好像中乐透 然后合一住宅这一次就是 然后再去卖 再去卖 合一住宅也很有趣啊 这一次这个福州 合一住宅有点状况 因为他就限制说 不要让抽到的人 好像中乐透一样赚钱 那个到底是怎么事啊 必锁其 他就锁了10年嘛 他说你10年不能销售 那想说政府就想说 我这一招应该蛮有用的 结果呢 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这怎么弄 10年就不让你卖 那后来就有地震事 就想到 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嘛 这个法拍 法拍我是非自愿啊 他们就想办法 交不出钱来 对我被法拍了 那这个我的债务人 我的债权人 对不起 我的债权人 就会要拍我房子嘛 因为他在 拜我房子那边设定了二胎 那我就欠他钱了 他就拍我房子啊 那拍完之后 那他有优先的成购权 对 然后他又怕杀出陈咬金 为了怕杀出陈咬金 他就怎么做 他就这个 再找这个有限住人 法拍是这样嘛 如果有限住人的话 就变成不点交 对不点交 大家就不要买 因为怕你是海蟑螂 对不点交 银行也不太愿意有带电款 所以通常呢 这样案子 一丢出来买 最后都是谁买到 最后都是这个债权人 把他买回去 很多很多这个案子啊 所以就高达了 而债权人本来就是 其实他就是买家 其实就是买家 难怪前不久我看那个新闻 因为我们有特别研究 他就是在限制福州的住宅的法拍 对对对 可是这怎么抓 他合法 所以监察院他这次就把它列出来说 这些地址 这个这个都有一些相关疑虑 因为很巧 非常巧的 好像总共五十几件里面 有三十几件丢法拍的 都是同一个这个地政制事务所 同一个代理事务在做的 可是他们就合理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已经 大家都先讲好了这样子 这应该是不必怀疑吧 对 因为这个是三一一三人 他想到了一个专 我跟你讲 有念法律的人 最喜欢去想专漏洞的方法 对就是有规则 大家就想 哎 太胖太胖 对 要怎么样去这个专漏洞 所以他就公布了 他公布了一个好处 因为之前大家都可以主张 就打破了那十年嘛 对对对 之前都主张说是三一第三人 那我买了这个房子 我不晓得啊 那产权遗传到我名下 那个无关了 他现在公布出来 有一点意味 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这些 不建议购买了 不能够这样做 那到时候也许 他主张三一第三人的时候 会有一些问题 不过很有趣啦 就是说有规则 他们就想办法去打破它 是 所以好像怎么限制都没有用 当然啦 其实房地产这个东西 我后来觉得很妙 我相信妇科 你会同意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你现在怪房子涨价 对不对 但是一堆人越涨 怎么越去买 对啊 好如果现在房子真的跌了 像日本的这个钱 大概从2000年一直发生到 2010年那件事情 就整个可能跌了二分之一 反而跌的时候没有人不买 没有人敢买 就是房子这件东西跟股市很像 大家在追涨 没有人要买跌 买跌你就期待它更低 其实真的都是这样子 其实就不要讲太久之前 我们大概三年前 那时候房地产 台湾的交易量也没有到那么好 我从这个2013之后 其实有修正了一下 那时候交易量都很差 那很多人都是看十价登录 可能再打八折再打七折 甚至于网路上还有什么五折团 都是打五折去出价的 可是那时候当然市场不好 成价量很差 反观这一两年市场都是在往上走 这就跟很多东西就是 哀鸿遍野食 你到底会不会入场 这就是可能巴菲特讲的 在房市也是一样啊 比如说现在大家说 有SARS那个期间 真的房地产有下 请问有几个人 真的那个时候敢去买 包括连你自住屋 你看众议你都不敢买 你都不敢去买 你期待有更大灾难发生 对对对 没错 可是这一次 像这一次肺炎不太一样 对这次大家 听讲很多投资客很期待 很期待 但是竟然它涨了 竟然它涨了 那个时间点好妙哦 是 所以它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不一样 因为SARS的时候 那房贷利率有完全不同啊 差很多啊 对啊 而且那时候并没有人在大量印钞票 没错 经济状况 没有所谓的QE 刚好是网路泡沫的时候 所以经济状况没有真的很好 对 真的 这一次很有趣 在肺炎期间 很多众介都接到电话 尤其那时候宣布三集 很多众介都接到电话 很多人就打去说 我很明确 我要买怎么样怎么样条件的 永康街 那个印象很深刻 他们有讲 永康街这一块 如果公寓有一瓶七十几 不用看都可以买 他们直接打去 而且是一个 类似可能投资或资产的集团 打去留言 当然没有东西可以买 完全没有东西可以买 可是大家是很期待的 那个时间点是很期待的 就想说 好像能不能够重演 萨斯这样的一个方式低点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等到 因为最近的状况就是 你看见的是万物接掌 那万物接掌到什么地步 我们等一下讲的是一个天龙国的故事 就是刚刚我跟傅客人说 我个朋友他 他有来过我们节目 他常来我们节目 不能说他太有钱 免得他被绑架了 他卖一间房子两亿多 然后是一个建商 然后两个礼拜内 他在今年一月就卖光了 就两个礼拜 今年2021年 可是两亿五真的 我跟你讲 本人买不起 就是要把全部的钱 都这样堆堆堆堆 也不知道堆得出来 堆不出来 但是他们就这样刷一身 台湾有钱人真多 就刷一身 整栋再两个礼拜卖完 结果他现在开始盖了 他很后悔 我说你赚这么多钱 什么后悔 你知道建商的利润 大概15%左右 他说涨价 工资什么涨价 还有旅门窗涨价 超过五成 对 真的 真的 跟我听到的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装潢 这些的 所以他意思说 他的利润卖完了 他被吃掉 这是我们买不起的人 想不到的事情 对不对 真的 好这本书是方志出版社的房市秘密客带你看穿不动产里的炸 里面的确是有很多套路了 对 那你提醒一下我们吧 好啊 我们刚才在跟那个淡如姐我们休息时间在聊 发现因为客群这个罕金量很高 我们来聊一些小白之外的 我们来聊聊房地合一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听的大概都不是在买第一间房 我有这个经验 对 我们想说来聊聊房地合一 因为很多人在近期房地合一2.0版上路之后 就想说到底跟1.0的法规有哪些差异 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 最大的一点就是 以前很多人装潢 我们书里面有提 很多人装潢会觉得说 哎呀你就不要开发票给我 反正我没有差别 可现在房地合一2.0版之后 他这个有成本跟费用的部分可以抵扣 是的 那费用的这一端 就是你卖房的时候可能包含中介费 之前有一个5%免税可以直接抵 但现在只剩下3%或30万 他只剩下这个 变少了吧 你不提示单据 你只有3%或30万 取其低哦 台北市的房价随便3%都超过30万 所以只有30万可以抵 如果你买了一个5000万的房地 那中介费可能高达150到300 对 那你就要提示单据 那过去没提示单据的时候 是这个装潢 你可以不提示单据 中介费不提示单据 他就是卖价的5% 现在只剩下30万 所以变成装潢的时候 你要列在成本这边 所以他一定要有很多的这个 实际上你付款的金流 是这样的单据 他未来您在出售的时候 才可以去这个抵税 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 我前不久 因为我买我家隔壁附近的工作室 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podcast的录音室 我绝对开发票 就是一定要跟他拿发票 有看到那个戴如姐重新装潢 现在台北市装修的法规也很严格 你真的有努力在看我的FB 有有有没有忠实粉丝 公寓还好 公寓还好 没有真色卫浴设备 对不对 为什么我都住在老公寓 这也是 使用品数实材又不用申请试装 我觉得去住地保真的没有比较幸福 如果真色很多位浴设备 假设真色两套以上 台北市现在规定 你还要直下层同意 所以直下层同意就麻烦了 邻居有时候看到 假设看到弹如姐来 我不同意 我们都很守规矩 也就是超过五点就不可以装潢 可是我说真的 以后个别的水电工或者是做装潢 它很难混 因为它一定要有个地方出发票 没有错 对没有发票 它收据也不行 房地和你出收据或什么 然后很多很多师傅 他说连叫他签劳报单 他也没有办法签 对他就是拿现金 他就是拿现金的 可是师傅的观念真的也要改 要改真的要改 因为实际上政府的逻辑也是正确 他希望说你实际上有一些收入 你就应该要报税 不管你成立行号也好 工程行或者成立装潢公司 那他也是鼓励大家 有赚钱要缴税 所以政府的逻辑我觉得都一直都是一样的 假设今天房价在大跌 他就要救市都来不及 不会打房 其实政府从来 我那天问了这个营建署的 他也来上街 他其实说 其实政府从来不是在打房 他只是在抑制房价的不合理 急剧上涨 那个斜率很高 确实是这样 然后在房地合一的部分 还特别有想到有一些部分 在包含房地产的部分 我就觉得 像之前有涨价总数额的部分 有的人会去做调整 那可以省一点房地合一 在2.0版的部分 他还把它修正下来 现在房价 这个涨价总数额没有办法 往上面调整 所以确实这块有意志 政府是打草房 不是打房 他的逻辑其实一直都是一样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真心 我真的跟各位说 不管你参与什么样的运动 你多希望房价跌下来 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 要把房价真正打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叫做经济崩溃 对 他不是 政府没有那么好心 他要把房价打下来让你买 不可能 对不可能 他房价只能自然的降到某一个 叫没人买 没人买的是 你还不敢买 对对 就是这样 都是追涨 跌下来的时候 又好像明天会更低 不然我们再等等看好了 人性大概会是这样 其实这就是日本的悲剧 后来他们说不买房 因为他们看了 这个一二十年 这个负值倍的房价下跌 算一算说 那我可能这个不要被绑住 那个付钱 还比较 租房子还比较轻松 对 可是其实那个背后 会有很大问题 就是说 其实那个跟广场协议有关 我觉得很多记者写稿都是没有看到国际经济趋势 因为你知道日币大概从这个广场协议他大概本来他是很便宜他自己升值升值到了两倍 所以台湾什么时候房价会上涨 我其实很清楚 假设有个数据 他就会上涨 就是好 现在我们对美金是多少 二十九块 美国如果让我们的币值 我们的币值不断的在上升 对不对 变成十五块 你看我们房价跌不跌 从美金来看 他买房子还是一样价钱 可是从台币来看 我们就会变成日本那样 我们过度升值 结果房价 到时候经济破灭房价一定跌啊 对 没错 可是大家要不要期待这一天 因为你会期待到这一天的话 那台积电也到了 跌的时候也买不起了 对 他就是太 他的所有的产品太高 外面的人都买不起了 当然我讲的是一个经济学不会发生的噩梦 大家真的不要紧张 我们中央银行的人还算很聪明 好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 但如姐讲这个公寓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实际上蛮多人去买老公寓的时候 会特别注意 他有没有卫灯设的阳台 这其实蛮重要的 很多老公寓他以前的阳台是卫灯的 当您丈量完之后 真的没有看过 因为我家是40年公寓 那真的不小心 可能帮但如姐赚两三百万 真的吗 因为阳台是可以补灯回来的 申请完竣工图 假设您家竣工图上 权状上没有阳台 您如果补灯回来 将来要出售的时候可以卖钱 这是可以补灯的 补灯是什么意思 就是补灯计 应该说它本来就存在 只是当时的建筑技术规则 不需要灯载 所以没有灯载在您的成本上 权状上 刚好可能就是我说的 这个40年公寓的状况 差不多4050年 其实很多人 透过这个补灯 就增加了房子的这个价值 所以可以丈量看看 我们可以先做两件事 一个是 调阅建物测量成果图 然后再来去调 这是竣工图 竣工图蛮简单的 在台北市政府的二楼 镇馆那边只要带 建物权状跟身份证 您可以去调阅出来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写了房市神秘课 带你看穿 不动产礼的炸的富克恩 他刚提供了 各位住在老公寓的 尤其是台北市 新北市的朋友 请注意 你搞不好 如果你要卖房子的话 你凭空多出了蛮多钱 因为现在一瓶很贵 就是属于以前盖的老公寓 那个前面那个穿鞋子的 那个阳台 基本上很多没有放进面积 没有放进面积 没有放到你的权状面积里面 所以你已经帮 比如说客户登了很多间了 对啊 包含我自己也都去登 我自己房子也去补登这块 可是有个问题 万一你已经把那个阳台 清占变室内 这是很多老房子的现象 其实坦白讲很多 那当时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所以这不是别人 没有牵涉到别人的个子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我自己有一个房子是这样 在大安站那边 这个阳台的部分 已经外推掉了 那我当时我也不太确定 坦白讲我不太确定 需不需要复原回来 才能够补登 因为不然就会变 万一没事 去跟他说 我要补登就变违健 所以我就不太确定 那我自己当时的经验是这样 我就想说 那我就先去 因为确实我丈量过了 我用水瓶摄像离上阳了 搭配建物摄像成果图 我确实这边是有比较多的 然后这边又没有阳台 所以我就取了建工图 完全不在你的权状 不在我权状里面 我就去请了 这个郡公图 那郡公图上 本来确实就有画阳台 郡公图跟现况是吻合的 但是跟权状评数是不相符的 郡公图在哪里 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政府的二楼 建管这边可以做升级 对对对 这边其实调育很方便 现在这个公务员 这个效率也都很好 那态度也很亲切 就是基本上带几样东西 全带一定不会错 带建物全壮 建物就好 这个土地不用带 然后身份证 然后还有您的印章 那假设有代理人 帮您去办理的话 那他也要带他的这个 身份证跟印章 要委托书 要委托书 对那他就可以来办理 那假设您看到 有未登记的阳台 我当时状况就是这样 你登了几瓶啊 我登了快要两瓶 1.99 对所以 多的 是有价值的 对一瓶一百万 多的两百 其实是多 是有价值产生的 那我当时 我想我最坏状况就是 假设最后政府说 这个不行 你这违建 你要复原回来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啊 因为我复原回来了之后 我有个漂亮的阳台 但是我全壮上多了 快要两瓶 我也觉得是有价值的 那我就去做 那当然当时的状况是 他来实际丈量之后 他说这个我们就 帮你登回去了 很快就顺利拿下 拿到新的权装 大概前后花两个多月 快三个月时间就拿到 听起来好像蛮滑的来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一块 住在老公寓的朋友请注意 可是你 其实你没有卖掉 对不对 还是后来卖掉 你没有卖掉 你没有卖掉 那补灯 自己就很爽嘛 自己觉得不错 未来卖的时候 也会增加价值 对啊 突然觉得老公寓 充满了 对他充满了信心 对老公寓有很多好处啊 你在这里面有讲到 房价的倒挂 有没有 新旧物倒挂 这到底是指什么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之前有一段时间 近期市场比较好 感觉不强烈 大概三四年前 市场稍微低迷一点 成交量差的时候 常常都会说 新房子的单价 反而比老房子 这个还要低 同一个区域里面 同一个区域里面 比如说大安区 大安区 大安区比较难 大安区没有 大安区刚好没有 可是新市政 确实是这样子 从很多年开始 就两百万以上 就很贵 但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新房子 其实就公社比 新房子公社比例 其实高很多 像老公寓都没有公社 那新房子 为什么公社比这么高 是因为之前 卢州有一个 这个大喜事 发生火灾 那后来建筑技 是规则就改 就改说 你变成要做两只逃生梯 那就再加上 有一些公共设施 做下去 三十几趴 四几趴 还有新房子 有很多的停车位 灌进去 真的有 我看过那个 三十几坪的新房子 里面只有十五 我看过三十几坪的 建物全壮 里面主建物只有八坪 他真的就是把车道 都灌到这个 公共设施里面 其实他算起来 如果用实际使用面积 台湾房子真贵 真的贵 比日本还要贵 因为日本是实际 日本的阳台 为什么不算 因为日本的阳台 基本上叫送的 对 他不算入 那个建物面积 你不太可能跟那个 就是跟那个 就是卖家不太可能 跟买家收到钱 所有阳台都叫做送的 对啊 台湾就有公社啊 这些 当然现在雨泽 已经是不能登记 不能计价 但早期的也都可以啊 早期还有花台啊 这些都是算钱的 那建家就会稍微去讲一下啦 但是建家毕竟这个 还是有报材的风险 对 对对 有报材风险 那种老的房子 老的建家 有没有看到前不久有个新闻 他顶头加盖一千多瓶 没有人可以拿他这样 好像在敦化南路二段 有有有 有那个 太扯了嘛 对啊 那真的好夸张哦 可是很多老住户 碍于勤勉 可能也不好意思说 哎呀 有请您搬走啊 或者告你不当得利 你有出租啊 可能不好意思 可是其实那个很危险 但是都在有人送命 然后火烧之后 火烧之后 大家才会思考到 哎 你把上面占据了 对 我们就没有办法逃到阳台 对 就会有蛮大的公安的问题啦 嗯 好 那还有什么东西要 就提醒大家 你今天这都干货啊 挺有用的 整本书这个讲蛮多的 嗯 讲个 比如说假设买到房子好了 有时候买到房子的时候 其实 也可以跟屋主来谈 这个借屋装修 所以借屋装修就是说 在买完之后 理论上是交完屋之后 您取得房产才可以开始装潢 对 但假定屋主 其实没有在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了 是不是可以跟他谈说 我们装 这个可能一层款进了之后 就开始 跟您借这个房子来装潢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 起算之后 水电瓦斯管理费 天灾地变的相关的问题 就归属在买方的责任上 其实我觉得比较 就是 就是很多屋主会同意啦 对啊 因为反正就不住里面嘛 对他不住里面啊 反正你也已经付了 一层的款项了 陆陆续续也在办 可能包含对保等等的 那你提早 其实流程中大概可能需要跑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多一个半月时间可以装潢 其实很方便啊 因为假设我交完屋之后才装潢 我房贷利息钱也是要照付 假设我租房子在其他地方也都还有租金产生 所以我赶快提早装潢 反而很方便 是 可是我真的心劝大家 如果你是自己住的房子 拜托你装潢不要装太久 你知道我看过一年的吗 哇好痛苦哦 那个时间都要算尽成本 时间都是成本 很多大楼又有这个装修清洁的保证金 邻居被炒一年 可能邻居关系不会太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装潢费很贵 很高 我估算大概比 因为我之前装潢的房已经是18年前 大概贵了 我觉得整个你去仔细去看那个计价 大概贵了六七成 有有真的是有 工钱加上材料 对啊 包含垃圾清运也是啊 垃圾清运贵很多 现在一车啊垃圾清运 以前两千五 现在破万 现在破万都还 破万很正常 一万五 一万五很正常 是 一万五很正常 而且好像最近又再涨一次 11月1号吧 好像又再涨 以后这个一定会再涨 因为大家还要什么探中和探达峰 有没有 对对对 我后来发现 最近赚钱有一种状况不错 是什么 就如果你家有空地的话 你可能要种树 以后那个树啊 它所产生的 它可以消灭二氧化碳 对不对 它所产生的质就跟太阳能一样 可能可以卖钱 可以被收工 我今天学到一课 真的 我觉得啦 但是你赚不到 也是为地球做一点好事 对地球做很多好事 为后代子孙努力 就以后就要算这个 所以当这个所谓的探达峰探中和的话 其实只产生一个状况 就是环保的费用越贵 所有的成本又加到谁身上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所以状况其实很多 好 来 房市神秘课 带你看穿不动产你的诈 傅克恩写的 I like 103 I like Radio